早安,我们今天来到六甲福音的第十四章 十四章会将它分段就是第一节去到第十四节是一段 然后呢,二十五到三十五节是一段 两个大段落而已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段落 安西人,耶稣到一个法利财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 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 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财人说 安西人治病可以吗?他们却不言语 耶稣就自好那人叫他走了 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牢或有牛 在安西人吊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 他们不能对答者说 耶稣见所请的客选择守卫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你被人请去赴婚宴的言直 不要坐在守卫上 恐怕有被你尊贵的客人被他请来 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 让座吸者一位霸 你就收收愧愧地退到末围上去了 你被请的时候去坐在末围上 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 朋友请上座 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 因为凡至高的必降为悲 至悲的必升为高 耶稣又对那请他的人说 你摆设午饭或晚饭 不要请你的朋友 弟兄 亲属和腹足的轮舍 恐怕他们也请你 你就得了报答 你摆设言直 都要请那些贫穷的 残废的 强腿的 黑眼的 你就有福了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 到二人復活的时候 你要得着报答 同值得有一人听见者话 就对耶稣说 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 耶稣对他说 有一人摆大言直 请了许多客 到了坐席的时候 打发伯人去对所请的人说 请来吧 样样都齐备了 众人一口同音地推辞 头一个说 我买了一块地 必须去看看 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 我买了五对牛 要去试一试 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 我才取了妻 所以不能去 那伯人回来 把这事告诉了主人 主人就动怒 对扑人说 快出去到城里 大家小汉 领那贫穷的 残废的 核眼的 强腿的来 扑人说 主呀 你所吩咐的 已经扮了 患有空坐 主人对那扑人说 你出去到路上 或尼巴那里 勉强人进来 坐满我的屋子 我告诉你们 先前所请的人 没有一个得偿我的言直 这一段的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指出是安息日 前面其实耶稣已经在安息日里面医过一个被鬼附十八年的妇人 甚至说了一番的教导 这番的教导就让他的敌人都惭愧 没有人可以回答他 以后呢 去到现在又是安息日 就是可能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 又是安息日 耶稣去一个法利塞人的领袖的家里来到去吃饭 其实从这些种种我们都看到 耶稣其实不是没有给法利塞人机会 他虽然经常都骂法利塞人 但是你见到他心里面都是爱他们的 就是将真实的话讲给他们听 都大愿他们能够听能够悔改 耶稣跟我们很不同 就是如果一换像我们呢 我天天骂那些法利塞人 我真的惨他都傻 他还要请我吃饭 吃了背脊骨骂我才不去吃 是不是 我宁愿跟那些门徒就是 就是 就是 随便操茶淡饭都吃得开心 是不是 但是耶稣为什么会肯去呢 其实耶稣可以不去的 他也都深知这些法利塞人 根本不是真心的请他的 但是耶稣都去 所以你就见到 这个就是耶稣那一份的爱 只要你肯 还有一丝的盼望 耶稣都不放弃 耶稣对法利塞人都是这样 其实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 更加是这样 只要我们还有一丝的盼望 耶稣都从来都不会放弃 他就来到这个法利塞人的领袖的家 这个法利塞人呢 我想他都代表一帮的法利塞人 应该吃饭的时候 不止这个法利塞人的首领 他应该还请了一帮的朋友 一起陪职 这些陪职的人呢 我想都是跟这个法利塞人的领袖呢 同一个想法 同一个看法 他们究竟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们就规探他 他们的目的呢 请耶稣吃饭呢 就是规探他 规探他的目的呢 就是找他的把柄 看怎样可以随灭他 就是 这一场的宴会呢 根本就是一个鸿门宴来的 但是耶稣照去 就是 不日苦悦 焉得苦止 是吧 就是耶稣就勇敢地去面对 但是呢 还有一个的角度 值得我们去思想呢 就是 这些的法利塞人 这个法利塞人的领袖 他们就是呢 那些立规矩的人 立了很多的规矩 安西日 这一样不做得 那一样不做得 甚至呢 连衣病呢 他们都反对 安西日不可以做这些 但是耶稣在安西日所做的呢 其实都是好事来的 就是按照他们的逻辑呢 安西日什么都不能做 好事都不能做 连好事都不能做 但是他们在安西日里面 规探耶稣 好事不能做 但是他们在那里做坏事 如果在安西日 连去医人都不给的话 难道安西日 可以去杀人吗 那这帮人在安西日 在那里规探耶稣 其实在做什么事呢 其实就在那里预备着 在那里找着方法 叫做杀耶稣 所以心里面充满的是凶杀 神的十戒所说的是什么呢 爱人爱神 两句说话就总结完了 守安西日的目的 其实就是爱神的表现 要去爱神 也都去爱人 但是呢 这帮的法利赛人 守安西日的时候 心里面所想的 却是凶杀 怎样去杀一个人 流一个无辜人的血 耶稣得罪他们是什么呢 耶稣如果他们杀耶稣的话 绝对是流无辜人的血 是吧 但是耶稣得罪他的地方是哪里呢 就是抢他饭碗 抢他饭碗的意思 当然未必是直接是金钱 那就是抢上他们的信仲啦 那些人喜欢听耶稣讲道 就再没人听他们啦 是不是 如果用今天的看法 就是抢走他的粉丝啦 拿走他的followers啦 现在这些followers 全部都转态啦 全部都走去like耶稣啦 就是过了档这样 这个就是耶稣得罪他的地方 但是如果用神的律法 律例来去看的话呢 耶稣绝对是一个无辜人 安息日 好事不做得 但是呢 他在心里面充满了这些东西 今天我们不会在安息日里面 心谋不軌地去杀人 但是今天我们在安息日里面的时候 有没有对人自知怎样怎样呢 今天我们在安息日里面的时候 有没有将自己放在一个审判官的位置里面 去审判这个审判那个呢 今天我们有没有在审判 在这个安息日里面 因着审判这个审判那个 心怀不平呢 其实那个精神是一样 只是程度做法不一样 这帮的法利赛人 就是安息日里面 心里面充满的 是这些东西 耶稣知不知道 耶稣知的 所以耶稣特意在他们面前再医一次 一个就是另一个人 这个患了一个水股 这个人 耶稣再医他 耶稣明知他是安息日 其实耶稣都可以等多一会儿 安息日 等安息日过都可以的 或者跟那个水股的人说 就是你明天来找我 你明天在哪里订个访问 反正病都病了那么久了 是不是 医此一会儿 需要死吗 但是耶稣特意地在法利赛人面前 再一次地医治他 然后他再说回同一番的话 就是如果你有牛啊 有牢啊 安息日的时候 你解不解开它呢 你拿不拿它去喂呢 如果他跌在井里面的时候 你会不会立即拉它上来呢 你会不会跟一只牛说 撑多一会儿 过完安息日之后 我会在井里拉你上来 你即时就会做 是不是 是吧 所以其实呢 这番说话一出 当然了 法利赛人也都没办法可以辨驳 是吧 耶稣是非常之有智慧 但是耶稣说这番说话 其实就是再一次呢 来到想敲醒这些法利赛人 一次不够两次 其实耶稣是重复了这个的教导 也重复示范 重复将这个的真理呢 来到带在法利赛人的面前 可惜的是 他们看见了 他们听见了 但是怎样呢 成为了二边峰 没有真真正正的装在心里面 这个就是问题 天国的道理在我们面前展开 真理在我们面前展开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但是知道 不接受 不改 不走 有什么用呢 耶稣讲一次 耶稣讲两次 但是我们都是不接受 这个不接受 其实就是让法利赛人 没有办法进入天国的里面 这个其实是很可悲的 因为他们一生最大的盼望 其实就是要进入天国 不过 说回来 他们其实是自以为 自己已经是天国里面 但是原来他们和天国呢 是差得很遥远 很遥远 很遥远 他们其实已经站在天国的门口了 但是问题就是 就是他们这一番的质疑呢 他们这一番的不停 硬心呢 让他们呢 站在门口 但是原来他们没有进入 今年我们四周年 神跟我们说 就是天门在我们面前闯开 我们已经站在门口了 天门已经藏开了 但是我们又没有进去呢 天国的大门 法利赛人已经站在门口了 但是很可惜他们就一直都站在门口 一直都站在门口 一直都站在门口 很多的真理 每个礼拜都来听到 我们听了很多的道理 道理在我们的脑袋里面 但是有没有将它摆在心里面呢 有没有将它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走出来的 和我们脑袋所装的这些角度 一不一致呢 等于举个例子 如果你的脑袋里面知道呢 不可以冲红灯 但是你行为上不停地冲的话 那你究竟是知不知道呢 冲红灯所带来的后果 你一定会承受 只是迟早的问题 你今天不撞车 是因为没车 你明天呢 后天呢 如果你每一天都冲红灯的时候 总有一次你会撞 其实就是这样 我们听到 但是不走到 我们认识真理 但是我们不将它放在心里面 我们的行为 没有按照我们所听的道理 去改变我们的生命的话 我们其实一直都是天国的门口 好像法理财一样 我们成为世上最可怜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不知道都算了 但是明知而没做的 将来审判来的时候 天国的大门有一天会关闭的 这个门一关上 你发觉你没办法进入的时候 那个的可惜就大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一生都是学这些功课的 是不是 我们小时候都是的 我们每一次考完试的时候 肯定讲一句说话 早知就毒啦 早知就温啦 是不是 但是我们都知道 广东人最绝的那句就是 有早知就没有 是不是 所以问题就是这里 为什么我们要去到日后来到后悔 为什么我们今天不醒呢 法理财人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今天不醒 这些的道理都在他们面前 为什么他们这样呢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心里面那份的骄傲 所以耶稣 接着马上就捉到一个黄金机会 来到去希望再敲醒他们 所以其实今天这一章圣经 你看到耶稣其实很用力 想敲醒这些法理财人 一敲再敲 第一个敲就已经是这个人 然后讲一个这样的道理 他们已经是啞口无言了 喂你啞口无言你就认输啦 你就服怨啦 你就知道这个人不是那么简单啦 成绩又在他那里 真理又在他那里 你还看不见他是谁吗 眼核啊 其实法理财人是眼核的 是不是 所以呢 但是问题就是他们太过眼核 他们眼核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骄傲 所以耶稣敲了这一锤 其实这一锤已经很大锤了 耶稣再敲第二锤 他把握过黄金机会就发现 咦这帮法理财人有一个好有趣的现象 就是他们一进来的时候 个个都搶椅子 其实挺无聊的 如果你这么看的话 这些法理财人其实他们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原来有身份有地位都可以很少学习的 就是有志到一个地步就玩椅子 搶椅子 大家都想搶那个首位来坐 最尊贵最荣耀的 耶稣有没有 其实耶稣根本不舍跟他们争 是吧 你要争你争争饱他 你要坐 所谓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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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饱他 耶稣反而是借着这个机会 就教导 这个除了是人生智慧里面 其实这个是一个人生智慧 对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提醒 但是也都是对法理财人一个 一个的 就是对症下约 就是再打一锤 耶稣就说 喂 如果有人请你去饮的话 你不要这么傻 一去就坐那个首位 因为你一坐在那个最尊贵的位置上面 然后主人家跟你说 我今天请了一个给你这么尊贵 请你坐去看到 那就是丢架 对不对 所以你去坐 盐椅的时候又如何呢 你就找一个最末的 就是最不显眼的位置坐下 然后主人家走过来 哎呀 为什么你坐在这里 这个首位 这个主价值才是给你坐的 预了给你的 这个位置 就是尊贵的位置 才是属于你的 然后所有人看到 主人家这样邀请你过去 你就很有非事 其实这个是一个人生的智慧 我们应用在职场里面 都是走得通的 但是耶稣不单止是教我们 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应对 这个智慧这么简单 其实这个是一个比喻 这个是一个比喻 但是当然配合现场的环境 就是这班人真的 但是个个都侯着那个主人家的位置 在想着 哪个坐呢 今天哪个坐这个位置呢 耶稣很擅长在现场里面 借题就发挥 既然今天有这样的场景 他就利用这件事情 就带来一个的教导 所以耶稣的教导是很生活性 是很形容性的 耶稣对着这些的法律 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 其实他冷眼旁观 有得他们搶椅子就算了 是不是 耶稣都知道 他一讲这个比喻 又得罪人 我们的主耶稣 每餐都得罪人 其实他这些的冲突 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这餐饭不去 就已经没事了 去到的时候少出声 又没事了 但是他又不能忍 他又要讲 为什么他要讲呢 其实就是想敲醒这些法律菜人 但可惜这些法律菜人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敲醒 耶稣讲这个比喻 最大的问题 就是指出这些法律菜人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骄傲 个个心里面都觉得 这个位置还不是我的 个个都以为自己配得那个位置 这个其实就是骄傲 但是 是谁配得呢 其实谁配坐的那个位置 是谁决定的呢 不是你自己心里面决定的 个个都以为自己配 但是真正决定 谁配的那个是燕植的主人 也就是说这些法律菜人 来到这个的燕植里面的时候 他们都未懂得分 谁是装 谁是走 个个都以为自己是装 个个都以为自己一定是坐那个位置 他连主人都不给面 欠什么呢 主人已经安排好了 主人心里面自然有一个位置在里面 那你欠的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那份的骄傲 以为自己是某人 以为自己配得 这个就是法律菜人的问题 其实就是骄傲 自以为是 以为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这个世界 以为自己知道的就是所有了 以为自己很聪明 以为自己是 以为自己是教法师 以为自己是律法师 神的道他最清楚 就是因为这份的自以为是的骄傲 拦阻了法律菜人进天国 所以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 这个请他的人就更加特别 这个请他的人 其实就是这个燕植的主人 本来就是他应该摆平这件事 他来决定谁坐什么位 坐什么位 也都是去到这个位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个主人根本就没动 就是这个大家在玩山椅子的时候 这个主人不说一句话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个主人心里面 就是在这里窥探着耶稣 他请了这帮人在这里搞来搞去 搞来搞去的时候 他都在这里看着耶稣会怎么做 然后看看捉不捉到耶稣什么的把柄 所以这一番的混乱 他根本就没有去制止 也就是说这个主人 根本就不是真心要请耶稣吃饭 他只不过在这里想看一下耶稣 在这些互动当中 有没有什么把柄可以捉住 这个才是他的目标 所以他没有去制止 一来没有去制止 第二呢 也都很 其实很没礼貌 是什么呢 就是说耶稣在这里 和他再说这番话的时候 耶稣都还没入籍 耶稣没曾入籍 意思是他没曾安排座位 给耶稣坐 你请耶稣回来的时候 那不是今天这个守卫应该是耶稣坐吗 然后这帮的法律座人就在那里 欠这个守卫 欠凳子 欠凳子 耶稣就站在那边 提而骂 然后这个家主又不出声 又不将耶稣请他坐那个位 那你究竟 请耶稣来的 是想做什么呢 这样 所以整个气氛 整个会场 整个演习里面 是非常之古怪 你只可以用古怪来形容 但是耶稣又在当中 医治了一个人 然后又叫他走 那个人又不是来吃饭的 所以你看一下 整个场景 那根本就是 这个是一个极度不正常的 的宴会来的 所以耶稣就对这个宴会的主人就说了 如果你请人吃饭 请午餐晚餐都好 不要请你的朋友 不要请那些有钱的 因为他们会请你 那你就得回报 你要请请什么人呢 你要请就请那些盲的 碧的 残废的 那你就有福了 因为他们没有东西可以报答你 不过到复活的时候 你要得着报答 这个到复活的时候 得着报答 其实所指的就是天上的报答 也就是说 你在今世所做的事情 其实是影响着你 将来在天上的位置 如果你是真心的 帮助这些人 不求回报的 请的那些都是残废的 碧的 这些人在今世 在地上根本给不到 任何的东西给你 但是你在上面 永恒的当中 会得着你的报答 但是相反 如果你今天的行线 其实请这些 有需要的人吃饭 其实是一个善行 但是如果你的行线 只是为了回报 你请的都是那些 达官贵人 有钱的 今天你请他 他明天就请你 请来请他 左袋袋 右袋袋 左袋 那些资金在流动 但是到最后 其实都是为自己的好处 这样的好处 将来有什么价值呢 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是没有的 所以耶稣第二棒 他敲下去的时候 就告诉他们 你们要放下你们的骄傲 第三棒敲下去的时候 就是这个 你们行线 是要真心的行线 就是真实 法利赛人 麻烦你们真实一点 是不是 你要请你就请 不是那些门面功夫 大家好来好去 那些表面上的工作 这些不是天国所体重 法利赛人的问题 就是这些 他们守安息日 但是心里面 坏着杀人的意念 他们骄傲 听不尽 耶稣给他们的教训 然后他们的善行 其实就是假无为事 所以你看到这个故事 发展到这里的时候 耶稣不停地指出他们的问题 是吧 你们守安息日 守了都是八守 因为你们在安息日里面 心里面充满邪恶 你们骄傲 骄傲到一个地步 就是 在那儿争守卫 然后你们就算是行善做好事 都是虚假 其实耶稣这样去说的时候 这个主人也都心里清楚明白 耶稣甚至等于直接告诉他 你根本就不是真心请我吃饭 虚假 只有宗教的爱学 但是没有敬虔生命的实质 你的头衔 并不能够代表什么 你告诉人家 你是牧师 你告诉人家 你是传道人 你告诉人家 你是利美人 你告诉人家 你是祭司 但是你所行的却是这些东西 配吗 我们的生命 跟我们的头衔 跟我们对真理的认识 是不是对等呢 如果我们头脑上的知识大 但是我们心中装的少 行为改变少 生命没有改变 的话 这些知识 其实只会摧毁了我们 因为你知道多少 将来教杖就多少 天国临到的时候 审判都会想到 我们是要教杖 按照你所听的 你头脑里面所装的 成为 到最后 你都成为一个清单 剔回你自己 过不过到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值得去思想 所以当耶稣说到这里的时候 同志有个人说 在神国里面吃饭就有福了 这个人有聪明 这个人有智慧 他看到耶稣所说的 原来呢 将来如果我们能够 进入天上的颜值呢 就有福了 地上的颜值 算不得什么 我们要看的 看天上的颜值 因为地上的颜值 会过去 地上的颜值 不过就是你请我 我请你 就是你来我往 都是盼面功夫 是一些的 就是这些的叫什么 交际应酬 是一些圆滑的东西而已 但是呢 将来天上的那一场的颜值呢 才是重要 所以这个人就说了 在神国里面吃饭的就有福了 就是你能够 你能够参与这个天上的颜值呢 你就有福了 天上的颜值是一个什么的颜值呢 我们去到启兆路的时候呢 我们就明白了 这个就是高阳脱身苦的 那个终极的那个的颜值 你能够进入这个颜值呢 就有福了 就是说呢 天国就是你的 所以这个天国的颜值 才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 法里塞的人就是看不见这一点 所以经常都说 他们站在天国的门口 但是他们就差一步 其实吞多半寸他已经进去了 但是就死眼地站在那里 因为他们的骄傲 成为了眼痕的人 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天国的里面 这个人一问了一个 就是一说了一句这样的说话呢 耶稣就很开心了 所以耶稣马上就借题发挥 他说天国是什么呢 天国呢 其实这个是天国的比喻来的 就是一个人大摆颜值 请了很多人 接着呢 时候到了 就去猜拨人呢 去叫他们来 但是这些客人又有趣 他们呢 一口同音地推辞 有饭都不去吃 那么一个呢 就说呢 我买了一块地 要去看看 一个就说呢 我买了五对新的牛 要去试一下 一个就说 我刚结婚 不能去 就是各种各样的理由 好了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不去呢 什么时候有人请你吃饭你都不去呢 这个的 这个的 就是有一个 这个的人大摆颜值的时候 这个颜值应该都不简单的 因为我们看到后面 这个比喻里面都有说的 就是 后来这个 这个人大摆颜值呢 既然是这样 就把那些 黑眼的 残废的 渠腿的 都拔了 拔完之后呢 都没坐满 然后呢 就在街上 随便拔了一些人进来 这样 塞满一间屋 这个颜值是很大的 很大规模 可能也都是 就是 应该都是 怎么说呢 那些菜应该都不简单的 但是为什么这些被请的奔客 都不去呢 你什么时候会不去呢 其实就是你看不起 你不觉得是什么 甚至呢 其实我们 去不去一个颜值呢 好看一个颜值的主人 我们跟颜值主人的关系是怎么样 我们跟这个颜值的主人的 情分去到哪里 这个颜值的主人 在你心里面的分量又去到哪里 是不是 如果他在你的心里面 很有分量的 你跟他的关系是很近的 你当然想去啦 是不是 就是你千辛万苦 有没有人试过 搭飞机去饮 如果你的好朋友结婚 但是不在香港 你坐飞机都去哦 但是如果那个人跟你不太熟 他就在你楼下的酒楼那里请喝 你都未必想下去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天国的颜值 这些受邀的人呢 看不起 这些受邀的人呢 跟这个天国的家主呢 没关系 所以呢 请都请不住 不去 轻寒 不觉得是什么 轻寒 后来 这个家主 拔了那些 车腿的 眼核的 残废的 甚至路过的 都要他进去 这些人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你觉得 耶 就是 无端端 就是 吃一餐好的 吃一餐厉害的 特别是那些 车腿的 残废的 黑眼的 他们根本本来就不配 但是无端端 就是经历一场 这么大的盐值 路过的 没有了这样的准备 哇 这一餐不花钱哦 哇 有这么好的 这样进去 他们心里面那个 那个 感觉会是怎样的呢 他們心裏面充滿的是感恩 因為他們自知自己是不配的 天國原來是給這樣的人 今天我們對神的道 今天我們對教會 有沒有這一份感恩在裡面呢 我們有沒有覺得自己其實是不配的 但是竟然進入了神的家 竟然進入了神的殿 那種好像中了頭掌的感覺 還在我們裡面呢 其實我們信主的時候我們的初心是這樣的 不過慢慢慢慢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呢 我們就失去了這一份的心 今天我們可能進去教會裡面 我們就是看 那些東西合不合我們的心水 偏道好不好聽 敬拜帶都好不好 冷氣夠不夠冷 把椅子坐得舒不舒服 我們會不會不知不覺 就好像第一批被邀請的那些人一樣呢 家主來找我們去研席的時候 我買了一塊地 不得閒 我有五隻牛 不得閒 我剛剛結婚 不得閒 我帶一個兒子去親子活動 不得閒 我要這個 我要改一樣 剛剛買了一個新的iPhone 剛剛買了一部新的iPhone 剛剛買了很多的東西 因為當我們把這些東西放在前面 我們不去這個研席的時候 其實已經體現出在我們心裡 哪一樣的分量是更大 天國究竟我們在我們心裡 我們是怎樣去稱它呢 天國有多重呢 當你輕看的時候 其實錯過了這個現職 天國 本來大門向這些法律人藏開 耶穌一而在的邀請 一而在的去教導他們 但是他們沒有接受 好 我們看下一個段落 最後 二十五到三十五節 他說 如果是一個皇出去和別的皇打仗 豈不先坐下卓良能用一萬兵去敵那 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嗎 若是不能就趁敵人還遠的時候 派使者去求和式的條款 這樣你們無論什麼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言本是好的若失了未 可用什麼叫它再涵呢 或用在田裡或堆在憤裡都不合適 只好丟在外面有意可聽的就應當聽 耶穌那些慈風其實真的很厲害 這個時候極多的人和耶穌一起同行 耶穌就突然領著臉就跟他們說 人如果到我這裏來 若不愛我 聖過自己的父母、兒子、兄弟等等 就不配做我的門徒 凡是不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從我的 都不能作我的門徒 其實耶穌突然領著臉說這番說話 只有一個效果的 就是趕客 所有的人都跟著他 他突然領著臉說 你要跟著我的話 你就要這樣… 一個清單的代價出來的時候 聽完的時候 可能很多人就領著臉 或者向後退 就走了 為什麼耶穌要趕客 這個是很多跟在耶穌身邊的 甚至是門徒都不明白的 就是… 你不是要到處告訴別人 你不是要到處傳 你不是希望更多的人得救嗎 但是為什麼你經常 就像五餅二餘的時候一樣 那耶穌在做什麼呢 其實耶穌在這個時候 他已經越來越接近這個十字架 在這個時候 也是天國 越來越顯明的時候 原來天國有一個很特別的傲備 就是當他越來越顯明的時候 什麼人能夠得著呢 天國越來越顯明的時候 其實也是真正能夠承受天國的人 越來要付代價的時候 所以其實耶穌在預備著他的門徒 預備著真心追隨他的人 天國越來越近了 你們付代價的時候到了 事實上耶穌一被釘十字架的時候 門徒就輪到他們 要付上他們極大的代價 甚至是生命的代價 耶穌為我們付上生命的代價 門徒都要付上生命的代價 來去追隨 如果我們不願意付這個代價 我們沒有辦法進入天國的裡面 這個是真理來的 所以耶穌不是想說一下 耶穌是要指出這個事實 沒錯 得救的恩典是白白的 每個人都可以得救 但是得救的人當中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經歷天國 這個要很小心聽 希望你可以聽得明白 我們信耶穌缺治 我們就得救 我們得免地獄永恆的火 但我們免去了地獄的火 代不代表我們就可以進入天國 是兩件事來的 自從我們被聖靈更生之後 我就開始明白 在聖靈更生之前 我是充充足足領受了救恩 我是得救的基督徒 但是我有沒有經歷天國呢 沒有 天國離我甚遠 因為 因為所有的東西 只是一個頭腦上面的知識 但是軟弱無力 直到被聖靈更生的時候 醫病 趕鬼 全天國的福音 聖靈的能力 聖靈的工作 在我們的人生裡面去經歷 我們才開始進入天國 耶穌說如果我靠著主的名 趕鬼 就是神的國在你們當中 神的國不在乎言語 乃在乎權能 所以我們 這個就是 為什麼有些基督徒有能力 有些基督徒沒有能力呢 就是因為天國的原因 我們得救 但是我們沒有那個生命的能力 在我們裡面 就是我們還未進入天國的大門 我們得救 但是我們 賦上代價行天國的路 然後你見到能力 權兵在我們身上 生命改變的能力 在我們裡面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進入天國 經歷天國 明白什麼是天國 這個就是問題 法理賽人 他們就是沒有進入到天國 所以他們的教導沒有能力 他們只是把 難丹的淡子擺在人的身上 用律法來捆綁人 自己亦被捆綁 到最後 一無所得 但是耶穌來到的時候 就不同了 他展現出來的是天國裡面 那份的能力和自由 讓人在醉的捆綁裡面 得釋綁 讓人在自己的生命的軟弱 缺陷裡面 變得剛強 這個才是天國 今天我們有沒有這樣去經歷天國呢 今天我們只是僅僅得救 還是我們已經嘗到天國的滋味呢 但是如果你要得著這些天國的東西 在我們裡面 進入這個天國裡面的時候 不要忘記 你要付代價 如果我們不付代價的話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進入天國 我們今天不認真對付我們的罪 我們不致死我們的老我 天國跟我們還很遠 這個付代價其實就是要致死我們的老我 法理出人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不肯付這個代價 他們享受的就是那個愛學給他們的尊榮 那個愛學給他們的虛榮 這些尊榮這些虛榮呢 難阻他們的付代價進入天國 所以天國永遠跟他只是差一線 那一腳呢 還是沒有辦法可以踏出去 所以耶穌就說 這個才是真正天國的傲備 如果你要進入天國的話 是要付代價的 得救 耶穌已經白白的賜給你了 救恩是白白賜給你 但是你得救不代表你經歷天國 你得救不代表你進入天國 很多人跟著耶穌 是不是個個都進入天國呢 不是的 所以得救的人多 但是進入天國的人卻是少數 耶穌在這裡不停的鼓勵 就是我們要入天國 我們要經歷天國 這個才是值得我們擺上的 我們要看的是天上那個賢藉 我們有沒有奮進進去 還是我們是在門外的呢 啟使徒同樣都告訴我們 新天新地開始的時候 還有人是在城外 沒有辦法可以入城 他們不用到地獄裡面 但是他們沒有資格入城 因為天國離他們更遠 他們還是差一步 未曾達入天國的大門 這個就是耶穌所說 所以耶穌在這個時候 突然間就說 鹽本來是好的 但是失了味還有什麼用呢 擺去哪裡都不合適 有意可聽的就應當聽 其實這番說話是給所有人 包括法利財人 鹽本來是好的 它是有它的功用的 但是你失卻了那個功用的話 有什麼意思呢 得救是好的 得救其實是讓我們可以開始步入天國 這個才是好像鹽的作用一樣 但是如果你失了這個東西的時候 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那個終極那樣東西是什麼呢 鹽的終極的價值 就在乎它有那個的味道 就在乎它那個的鹹 鹽就可以溶雪 鹽就可以防腐 就有這些功用 但是如果它失了這個特質 失了它終極的 purpose的話 這個鹽有什麼用呢 到最後不過丟掉它 跟垃圾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那個終極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我們有沒有看見這一點呢 我們心目中天國是怎樣的呢 還是我們其實不知不覺 我們都有部分法利財人的影子呢 以自己所擁有的為滿足 拒絕改變 拒絕代價 拒絕跟上 這樣的話呢 其實我們只不過 是在天國的門外 我們手上拿著更多的東西 都沒有用 你有一切的財寶 你有一切的財幹 你有很多的金銀 但是你只是動大閘 這樣呢 站在天國的門口那裡 這些財寶 有什麼用呢 裡面寬天起地 天國的延跡展開 但是原來我們錯過了 因為我們自以為自己已經得著 就好像延跡一樣 我們自以為自己已經是somebody 所以我們看不起這個延跡 到這個延跡真的開的時候 在外面愛好辭子 沒有辦法可以進入 願神幫助我們每一個 讓我們真的能夠 願意付生命的代價 努力地去改變我們的生命 活出耶穌基督的樣式 這樣我們就是耶穌真正的門徒 也都佩得天國 能夠經歷天國 Amen 哈利路亞 弟兄姊妹 我們一同站立你 敬拜你的神 祝我們願意去跟著你 跟著你走 跟著你出去 去將你的話語 將你的道 都傳給地上的所有人 祝我們願意來跟隨你 我們願意單單地跟著你 祝我們願意來對阿佛 單純的 單純的心在跟著你 祝我們願意到你的臉子 在那裡敬拜你 在那裡讚美你 祝你跟我走 往無天下走 天涯海角緊緊抓住我 祝我跟你走 往無天下走 此陰有故 緊緊跟你走 因你是 萬望之王 萬主之主 有你跟著我 我害怕什麼 因你已 戰勝死亡 得勝君王 這心心的路 我永不回頭 對阿佛 對阿佛 我們願意一無反顧的 跟隨你 祝阿佛 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 向著標高靜靠 開啟我的眼 星星的雙眼 看那天使天君在身邊 塑造我的心 千輩的聆聽 你的話語 你的話語 甚至在我心 因你是 萬望之王 萬主之主 有你跟著我 我害怕什麼 因你已 戰勝死亡 得勝君王 這心心的路 我永不回頭 我永不回頭 因你是 萬望之王 萬主之主 有你跟著我 我害怕什麼 因你 戰勝死亡 得勝君王 這心心的路 我永不回頭 我永不回頭 因你是 萬望之王 這心心的路 我永不回頭 因你是 萬望之王 萬主之主 這心心的路 我永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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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到人 我永不回頭 拜祝你 神記 你 到時候 我永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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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歌目更多 敬拜耶稣 同心在昨前 不停呼求你 渴望更多遇见 敬礼你 我们敬拜 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 你真配得 配得所有颂赞 我们呼求 荣耀的云彩充满着地 从我们中间 转到外国万民 我们等候 爱慕耶稣 歌目更多 敬拜耶稣 同心在昨前 不停呼求你 歌目更多 敬礼你 同心在昨前 不停呼求你 歌目更多 敬礼你 我们敬拜 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 你真配得 配得所有颂赞 我们呼求 荣耀的云彩充满着地 从我们中间 转到外国万民 主权达于你 主权辞职 愿你将权辞地 相辅于你 因我们属于你 一支折地 一支折地 因我们需要你 愿你国度降临 主权辞地 愿你掌权辞地 一支折地 因我们需要你 一支折地 因我们需要你 愿你国度降临 我们清白 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 你真配得 配得所有颂赞 我们呼求 荣耀归于你 我们呼求 荣耀的云彩充满着地 我们呼求 荣耀彩充满着地 从我们中间 转到外国万民 我们呼求 荣耀归于你 主权辞职 愿你属天国的荣耀归于你 主权辞职 愿你属天国的荣耀归于你 主权辞职 愿你 愿你 你将天国的福音 尚好的福音 临到给我们每一个 主权辞职 愿你让我们看见 跟随你的 作你的门徒 我们每一个都要付上代价 主啊 你让我们得着这一份的教导 主啊 你为我们每一个都要加你 你让我们的心都要来对准你 主我们感谢你的话语 每一日的早晨 你都敲醒我们 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着养分 滋润我们 教正我们 跟随你去走每一步 主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但兄姊妹我们可以清楚 今天神透过路加福音 的第十四章 耶稣去到接近要被钉十架的日子了 他将一份的教导 再次的临到给法利赛人 他给三个的烤醒 给这个法利赛人 我们可不可以同样的 都用这三个的烤醒 来去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 耶稣给的第一个的烤醒 是 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守安息日 听很多的教导 我们有没有问一下自己 我们是否只是停留 听了 接收了 但我们的生命 仍然不愿意改变呢 我们每星期听很多道 我们的脑袋 装了一堆一堆的道 很熟圣经 但我们却 不走道 我们的行为 不是因为听了道 而作出任何的改变 是啊 我们今天看法利赛人 为什么这么离谱 去这个的现直 都好像很不尊重耶稣 那样 听很多耶稣的教导 但我们是否同样有这一份呢 第二个的烤 耶稣看到法利赛人 心中那份的骄傲 他们只是会去想 自己坐什么的位置 或者甚至 他们只是紧张 要差错到那份的首位 他们用自己的头脑来去判断 用自己的眼光来去决定 这份的骄傲 在法利赛人的心里面 一直的坐大 坐大 甚至 这份的骄傲 是越过 言直的主人 但是今天耶稣和 这一堆的法利赛人说 只有言直的主人 才有主权 决定 决定哪一个你错受惠 我们心中是否同样有 一份这样的骄傲呢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去判断 哪一样东西 我们值得去追随 甚至很多时候 我们会用我们自己所拥有的 来到去圍傲 以为自己 靠自己的能力得利 但是今天神和我们每一个说 这份的骄傲 是烂了我们进入天国的 最后的一个靠 耶稣直接的指出 法利赛人 假武为善 很多时候我们外表去行善 但是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我们会觉得 行善应该会有什么什么的回报 但是耶稣今天很清楚去提醒我们每一个 我们行善 不应该是求地上的回报 因为神说 回报是在天国的 好吗 我们就用这三个的靠 我们在今天的早上 就来去反省自己 检视自己的生命 是不是同样 有这份的骄傲 有这份的假武为善 我们开声来跟神说 我们可能也有这份 我们告诉耶稣知道 我们开声来跟我们的耶稣说 1 2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主啊,让我们的主权交给你 让我们知道,你才是真正有主权决定 哪一个坐守卫的那一个 并且你让我们的眼光调整 让我们今天所作的,让我们去行善 我们求的,不是求地上的回报 而是求主你给我们在天国上面的回报 你让我们看到,在天国上面 那份上好的福分,那个画面 你就让我们熟灵的眼睛打开 好让我们看到,在天国里面那份的回报 那份的美好 主啊,你帮助我们 每一个调整我们的眼光 祝我们感谢你 当我们今天看到,接下来 是的,原来我们过往很容易都会看到得救 原来是一份白白的恩典 当我们今天要进入天国的时候 我们更加多,其实我们是要赴上代价的 好像今天耶稣和门徒来到去说 原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入天国 其实我们是要靠圣灵的工作 我们生命的那份的能力 才可以真正的 当天门要闯开了 我们要踏进去,进入天国 看到天国那份的奥秘 我们其实有几样的重点 我们其实有几样的重点 好像第十一节这样说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悲 自卑的必升为高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谦卑下来 原来进入天国 我们必先要自卑下来 接下来第三十三节说 我们需要有一份爱人的心 你摆切言直 都要请那贫穷的 残废的 渠腿的 核眼的 你就有福了 这份爱人的心 不是在乎我们自己的眼光去判断 哪些人值得爱 哪些人不值得爱 我们要拥有同样 好像耶稣的眼光来去爱人 甚至 我们都要好像二十四节的说 我们要有一份 渴慕的心 我告诉你们 先前所请的人 没有一个得上我的见直 因着一份的渴慕 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 踏出来 因着那份的渴慕 我们才可以有力的 去踏入 进入天国 甚至 付上的代价 我们其实是要放下 我们的世界 放下我们的心所追随的 好像二十七节说 凡不背着自己 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最后 我们是否 同样 可以来到去对正 神给我们的这棵生命树 好让我们有天国 属天国的那份品格 来到去带领 牧养 牧养我们的下一代 牧养我们的小组园 同样的来到去 进入天国呢 今天耶稣 都确确确实实地 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是啊 天国的门是打开的了 但是能够进入的 却是很少 我们今天都要立志 来到去成为 能够进入的那一小群 好不好 最后我们围着我们自己的心 来到去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主啊你让我们看见 进入天国 是要付代价的 不是我们两手空空 心想我们能够得救 就能够进入 主啊你让我们看见 你天国显明的时候 人是必须要付代价 才能够进入的 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看见 要付出代价的 这一堆系列的东西 你都可以让我们 来到去得着 让我们有一个 自卑的心 让我们的眼光 来到去有一份爱人的 甚至 你让我们 重现我们当初 跟随你 信主那份的心 那份的渴慕 并且 让我们有力的 去放下我们 手上所拥有 放下世界 放下我们 头脑所追随的 来到去单单跟从你 并且 主啊求你保守我们 可以 时时刻刻的来到去对正 你给我们的那棵生命树 在你的里面 我们支取你那份的力量 让我们有力的 有爱的 来到去 给我们的小组园 给我们的下一代 不仅仅单的来到去进入神 你为我们预备的天国 我们更多的 我们要带着 你给我们的羊群 一同进入神 你为我们预备的天国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 差派圣灵 帮助我们 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 主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听我们的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Amen 老家福音 十四章 十一节 还有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因为凡志高的必降为悲 自卑的必升为高 人到我这女来 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儿女 弟兄姊妹 我自己的圣明 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跟从我的 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今天这一章圣经 总括来说 两句最重要的说话 凡志高的必降为悲 自卑的必升为高 人若要跟随耶稣 就要爱耶稣圣个父母 妻子儿女 弟兄姊妹 和自己的圣明 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的 也都不背着耶稣的门徒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降碑 让我们能够真是将神的道 灾纵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祂在我们里面生根长大 以至到我们可以走生命树 回家的路 进入天国的大门当中 愿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清楚 我们要赴上生命的代价 有生命的改变 才能够配清为主的门徒 得着天国 承受将来在天上永恒的言跡 我们一起为自己的心来祷告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很容易头脑上 就听到很多的真理 很多的知识 但是我们只是将它 存留在记忆 存留在老代的里面 圣灵求你帮助我们 今天将这些的教导 从我们的脑海里面 转移到到我们的心里面 并且让我们的心成为好土 叫这些的道在我们的里面 可以栽种 可以成长三十倍 六十倍 甚至是一百倍 让这些道带来的 是我们心意的更新变化 让道带来的 是生命的改变 是付上生命的代价 来到去改变自己 勝过一切的老我 肉体的情欲 一切的软弱 以至到我们能够配得过 成为你的门徒 以至到我们能够 进入天国的里面 主耶你乐意将国赐给我们 主耶带我们 亦都要有一个 愿意改变付代价的心 主耶求你帮助我们 随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懒惰和圆弱 随去我们里面一切的高傲和自大 让我们谦谦卑卑的 走你要我们所走的道路 主我们多谢你 我们仰望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朝神徒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